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文綺幫我小朋友 大家請多 謝謝 欸 大家以前 我小林齁 新年快樂 有聽不懂北京的 都有齁 台語講有聽不懂的 我參與講 因為我台語沒練到 所以可能改成一件東西 要用北京的比較練到 我今天的題目是 國家變變變 請坐 沒關係大家自由入座 這個 我今天題目是 國家變變變 這個變是隨便 慶差的意思 對 現在的人對國家的官僚都很慶差 什麼都叫國家 比如說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連法國是不是國家 不是有一個國字的 就是國家欸 比如說 有一個國字就一定是我們想像的那個政治法律上的國家 所以我們要 第二個變是變化多端的意思 就是說 國家這個觀念其實是變化多端的 就是你如果去 你如果了解一些世界上的國家的案例 你會發現 原來國家的形態有這麼多種 你絕對想不到 世界上國家的形態有非常多樣 非常多樣 那 了解一些世界上一些基本國家的樣態之後 我們才能分辨說 什麼是比較好的國家 或者是什麼是我們想要追求的國家 所以這有三個層次 那這一幅畫 這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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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名 十七世紀 時有一個 政治學的那個 名著叫做立圍坦 這個中文翻譯叫聚靈論 它是 它是社會契約論的源頭 他的作者叫霍布斯 這幅畫就是那本書的封面 那為什麼用這個當我演講的題目呢? 因為霍布斯那本書就是在講 現代國家的起源 他是從軍權神獸到社會契約的過渡 所以他是很深刻的一本書 如果你了解這幅畫的話 你大概對國家的起源是什麼? 你就了解了 然後你就大概也了解什麼是比較好的國家 以及我們為什麼需要國家 我們平常生活好像國家跟我們都沒有關係 國家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可是當你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國家的重要 但是有時間我再來解釋這幅畫 這裡有一句話是在舊約約伯紀41章24節 這是以前的號碼 現在清訂本的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這句話你們可以在網路上去查 他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他在講 他會牽扯到一個哲學上的問題 然後會牽扯到什麼是主權什麼是正義 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就不講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就不講這個東西 那我們從一個時事觀察開始講起 這個時事觀察是 這個國際民航組織 就是 有一則新聞是這樣的 今年9月呢 台灣去參加這個國際民航組織叫IQO 然後 IQO理事主席對台灣媒體說 他接到中國政府的建議 所以邀請台灣 作為這個IQO的來賓 這就是台灣為什麼會在IQO 那你如果看到這個新聞 第一個 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是中國政府的建議 所以台灣才能去 所以 是不是意味著 中國對台灣 有沒有一種管轄權 那基本上是什麼 保護關係 宗組關係 副屬關係 這三種關係是不同的關係 而且都是意味著一種管轄權的關係 但是 當然不是啦 事實上中國對台灣是沒有管轄權的 但是 我寫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至少要先能夠分辨這三種關係 你才看得懂世界上一些國家的樣態 比如說 大清帝國跟土伯 也就是西藏 以前是宗組關係 比如說 什麼是保護關係 比如說 在那個 朝鮮帝國還沒有被大日本兼併之前 在1910年兼併之前 併合之前 他有先經過保護關係 就是說 世界上 國際的關係 尤其是管轄權的關係 他有 基本上有這三種 那你 你如果懂這三種的話 你就可以了解 某些 某一些國家的 組成型 形態 這樣子 那 中國為什麼這麼做 美國又做了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會稍微去探討的事情 那我的順序是這樣子 第一個我先簡介這則新聞 再來我就是 要注意這個 這個新聞的眉角 就是要注意他的身份跟原由 然後再來是這個 看看Ico的規章怎麼寫 最後我們用一個危機解密的資料來 看這個 中國為什麼要這麼做 美國在 美國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新聞是這樣的 再來這個 這個 民航局長神起 率團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年會 在今年9月23 在加拿大蒙特樓 這是我國離開聯合國後 首次再回到Ico 這個 我國 離開聯合國對不對 對 不對 那 是什麼離開聯合國 好 這個 這個就有一些概念 你已經開始混淆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是什麼離開聯合國 你就先報個問號 反正絕對不是國家就對了 反正 記者對於他沒有把握的事情 他就 他就用這種模糊的字眼帶過 我國 我方 有沒有 我國我方那是什麼 他不講清楚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這是記者他在打模糊仗 不是國家怎麼可以寫我國 那我國可不可以代表毛治國 當然可以 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覺得聯合國是國家的請舉手 對 大家蠻有概念的 聯合國是一個國際組織 他不是一個國家 然後這個 你看 他說 這個Ico在今年的9月24 也就是加拿大的日期 9月24在加拿大的舉行 台灣退出聯合國 他這裡寫我國 這裡有寫台灣 等一下我們來看 到底是什麼退出聯合國 今年首度以特邀貴賓身份參加 然後這裡有寫中華台北 他到底是什麼 是 是台灣 中華民國還是中華台北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反正就是亂七八糟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這代表什麼 反正也不是特邀貴賓 他只是來賓 而不是特邀貴賓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 面對民進黨立委管閉裡 拿出Ico發給民航局的邀請函指出 文中以中國的台北民航局稱呼台灣 對照世界衛生組織發給 中華台北衛生署的世衛大會邀請函 台灣國際代表的矮話 這這一段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種角度 我舉一種角度 什麼角度 我舉民進黨的角度 民進黨是什麼角度 民進黨的角度就是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民進黨的角度是這樣 民進黨的立場是這樣 好我們用他的立場來檢視他 因為管閉齡是民進黨了嘛 他說 中華台北沒有遭到矮話 他說中國台北遭到矮話 但是中華台北他就可以接受 所以他認為中國台北跟中華台北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說他是這麼認為嘛 對不對 他可以接受中華台北 他不能接受中國台北嘛 我們以他的立場 站在他的出發點去想事情嘛 可是這是事實嗎 當然不是嘛 所以即使是站在民進黨的立場 即使他把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 名字叫做中華台北 也不對嘛 因為中華台北跟中國台北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 這到底是什麼挖鉤齁 這個神奇回應 特要歸併與觀察員權限相當 如果你有去看這個IQO的規章 你會發現 IQO的規章並沒有去規範來賓 就是GEST的權限 因為GEST就是說 他要發邀請函給你才能去與會 沒有發邀請函你是不能與會的 因為他就是他會發給你的證件嘛 那觀察員是有被規範的喔 所以觀察員他只是沒有投票的權利 然後他在公開的會議上 他是有審議的權利 就是說今天要討論這個議案 他是可以參與討論的 所以觀察員權限當然比來賓大多了啊 所以這個民航局長就是胡說八道 然後這個你看喔 他說以往 這個民航局長又說啊 以往沒有加入IQO的時候 最新措施跟規範都是由鄰國告知 如果你有去看那個蘋果日報的報導 他說其實民航局自己承認 他是去網路上買書才知道 很荒謬齁 台灣的民航局長 台灣當局的民航局長是去買書 才知道最新的民航措施跟規範 最離譜的是 IQO就是國際民航組織 近年在中央山脈規範一條航道 台灣是最後才知道 其他包括 航路高度及方向管制等 重要飛航細節 我們都是後知後覺非常危險 一個政府 或是一個當局的民航局長 在你管轄的範圍內 的航道 你不能 你是最後才 人家給你規範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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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道 你最後才知道 他真的有管轄權嗎 沒有 那管轄權是假的 對不對 這就是神奇 你看他的座位 他寫Gast 不是 spatial guest spatial guest 才是特別來賓 對不對 Chinese Taipei 有沒有 Chinese Taipei 你要翻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 有差別嗎 英文都同一個嘛 管閉靈在 在想什麼 CAA就是民航局 我們來看一下初期身份與原由 1944年的時候呢 這個52個國 這個國是用哪一個國 國家有三個英文字 相關國家的有三個英文字 一個叫country 一個叫nation 一個叫state 這裡是用哪一個字 你們可以想一下 聽完我這個課 你們可以再想一下 這個國是用哪一個英文字 他們簽了這個 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因為是在芝加哥簽訂的 所以又叫芝加哥公約 ROC 就是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之一 三年後 也就是1947年的4月4號生效 國際民航組織成立 然後這個ROC又在1951年退出 1953年1月的時候 國際民航組織在澳洲召開 這個航行會議 地區的航行會議 ROC應國際民航組織邀請 以觀察員身份與會 然後通過議案 承認台灣為國際的空中飛行管理中心 同年7月 國際民航組織重新通過 中華民國政府重新加入 你看到這一段 我不知道你什麼感想 你不會覺得很 很新鮮 很有趣 他本來是創始會員 權力很大 這個國際民航組織是 成立是在聯合國成立之前 就成立了 然後他現在也是聯合國 最大的一個專屬機構 最大的 他先是創始會員 然後在1950年退出 然後又以觀察員身份與會 然後又重新加入 你不覺得這背後很有趣嗎 這背後有故事啊 如果你能理解 他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你對台灣的國際地位 或者是國際法 你就大概有及格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說 這原因是為什麼 先看這個 1971年的時候 10月發生什麼事 10月25號 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文 把蔣介石的代表 把聯合國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所以是什麼被 趕出聯合國 蔣介石的代表 代表什麼 代表中國 代表中國的那一個 蔣介石政權 把他趕出聯合國 所以中國從來沒有退出聯合國 然後 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上 那個座位上的名牌 還是寫中華民國 他沒有寫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 國際法很實際 因為 他不會 他不會因為你沒有改名牌 就說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叫中華人民國 或者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代表中國 他不會妄文生意啦 他沒有人會懷疑 所以他也不去改這個名牌 所以你要一個觀念就是 中國從來沒有退出聯合國 那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又是什麼關係 我們來看 你要區分 你要區分幾個東西 國家的實體 國家的本體 國家的名號 政體 政府 政權 這些都是不一樣的概念 你如果搞不清楚 你就會 你看到那些新聞 你就會 你頭腦就開始混亂了 這個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1979年1月1號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1979年1月1號的時候 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嘛對不對 好 以現在 一般人的常識就是說 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 所以就等於美國跟中國斷交嘛 對不對 那美國在同一天 同一個時候 又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對不對 那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等於中國 所以就是 美國同時跟中國斷交 又同時跟中國建交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大概新聞記者的程度也是這樣子而已啦 所以它就是沒有區分 什麼叫做政府 什麼叫政權 中華民國 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的本質上都只是一個政府 或政權 政府啦 或政體 政府或政體 然後它的名字呢 也是會隨著時間在改變的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中國這個國家呢 它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其實中國 中國這個概念就很複雜了啦 因為 中國跟大清帝國是什麼關係 這是個大哉問 那我沒有時間解釋 但是 簡單講就是它是一個政府繼承 而不是一個國家繼承 OK 它是去繼承滿洲政府的那個大清帝國 然後它名字呢 在1912年2月12號的時候 正式變成 中華民國 為什麼是這一天 而不是1911年的10月10號 有誰可以回答我 為什麼不是1911年的10月10號 中華民國不是都說 國慶是10月10號嗎 誰可以回答我 為什麼這邊寫2月12號 這個日子是什麼 溥儀宣布退位 大清帝國的最 滿洲政府的最後一個皇帝溥儀 在那天宣布退位造書 所以在這一天之前 所以在這一天之前 他還沒有退位喔 他還是真正代表大清帝國的那個皇帝喔 所以就算是前一年的10月10號 所謂的辛亥事件 不要說辛亥革命或辛亥奇異 你要說辛亥事件比較公平一點 他沒有任何政治價值判斷 一個辛亥事件 中華民國就誕生了嗎 沒有耶 他還要經過什麼 南北義和 因為那時候 孫文在南方成立一個臨時政府嘛 北京有袁世凱 他們那一方的勢力嘛 他還沒有南北義和啊 他們南北義和談了好幾個月啊 一直到後來 袁世凱說服那個清廷說 接受那個退位條件 所以那個溥儀才在2月12號 宣布退位造書 所以在那段期間裡面 中華民國他還是在還沒有誕生耶 所以中華民國並不是一個新的國家喔 中華民國只是一個政府或政體 他是繼承 他是繼承滿洲政府的 那個國家之前叫做大興帝國 後來叫中國 英文 英文叫China 因為西方他以前 他不太去區分這個Chin Empire 好 再來我們來看 政府是 你看 名號叫中華民國 政體是共和 因為他有一個民國嘛 Republic 政府是 那時候叫北洋政府 政權是袁世凱 在這個階段 再來呢 這個 紅線帝制 政體是紅線帝制的時候 袁世凱復辟嘛 所以他的政府就是中華帝國政府 他的名字叫中華帝國 就名字換掉了 可是國家是同一個喔 政府是可以換的喔 政府換不代表國家滅亡 我們一般人會以為政府就等於國家 所以政府換了就等於國家換 不一定喔 國際法有分政府繼承跟國家繼承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那時候只是政府繼承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是國家繼承 他原本他要驅屬達魯恢復中華 對不對 他要建立一個漢人的國家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不能繼承 原來大清帝國的那些宗族的附屬國 比如說 屠博 或者是 蒙古 滿洲 他就不能繼承那些地方 但是 後來孫文這些人 袁世凱這些人 他們就貪心嘛 他們 他們 想要的不是只有官內 他們還想要官外 包括西藏 新疆這些土地 所以他們就決定 他們要政府繼承 而不是國家繼承 所以本來口號是喊 驅屬達魯恢復中華 最後變成五族共和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改口號 因為他不這樣子 他不能繼承那些 他不能宣 宣稱他要繼承那些宗族權 或者是管轄權 OK 這就是貪心啊 那 可是到了 你看喔 又經過了黎元宏這個 這個時期 最後到了 到了1917年的時候 張勳復辟 所以他又把溥仪拱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政府就是張勳軍政府 政權是溥仪政權 政權是君主立憲 名號叫做大清 又恢復大清 很短啦 十幾天而已 然後呢 接下來是第三版的共和 第三版的共和 是由馮國璋 徐世昌這些北洋軍閥成立的 名字又叫做中華民國 但是他的政 他的政體跟政府又不一樣了 所以不是名字一樣 他的本體就一樣 但是國家是一樣的 國家都是支那國或是中國 OK 所以你要區分 這是不一樣的概念 再來 段祺瑞又成立一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他自己也想寫一個憲法 這是第四版的共和政體 然後呢 這是第五版的 第六版是張作霖自稱大元帥 他成立一個中華民國軍政府 他接收了北京那時候 再來是蔣介石嘛 他所謂的北發成功 所以這個日期是什麼 這個日期就是 張作霖的兒子 張學良宣布 東北意志 把旗子全部改過來 所以 也就是張作霖向蔣介石投誠了 所以這個時候 所謂的北 蔣介石的說法就是 完成北發統一嘛 所以這時候 就是第六版的共和 這時候就是變國民政府了 為什麼 因為 一開始是孫文在廣州 成立廣州軍政府 他只能管理廣州那部分的地方 然後又跑出一個武漢國民政府 然後最後變成南京國民政府 最後這個南京國民政府呢 北發成功 所以 所以這是國民政府 你看這個政府都不一樣喔 名字好像都一樣 其實政體跟政府政權都變來變去的 然後這個時期呢 在1932年的時候呢 滿洲國又建立了 溥儀去成立的這個 一開始是共和政體的 後來又改成君主政體的 然後在1945年 10月25號的時候 因為邁克阿瑟盟軍統帥的 一般命令第一號 使得這個蔣介石呢 交由這個陳怡在台灣建立 佔領的軍政府 這個不是光復節喔 那是交戰佔領的開始 1948年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是第七版的共和 然後 1949年12月5號 這是什麼日子 不是 1945年12月5號是李中仁開始流亡 李中仁那時候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 他是代總統 蔣介石下野啦 蔣介石已經在正平民啊 雖然他掌握整個黨的機器嘛 一半黨的機器啦 因為國民黨還是有一大部分不聽他的啦 所以 以中華民國的法統來講是李中仁 那李中仁在這一天開始流亡 所以你以國內法觀點呢 他是沒有政府的喔 為什麼 因為李政府他流亡的時候 沒有建立流亡政府 他是自己 他從香港 他說他要去養病 所以他跑到香港再跑到美國 他並沒有帶一大批文官 帶一批公務人員 建立一個流亡政府 他沒有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中華民國是沒有政府的 以國內法觀點是沒有政府的 國際法是另外一個觀點 但是這國家還是存在喔 所以沒有政府不代表國家不存在喔 這有幾個類比的例子 比如說 德國被佔領的時候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德國政府整個被摧毀 被解散 希特勒的那個政府被解散 德國沒有政府 他被四個國家佔領 德國滅亡了嗎 沒有喔 當他們解除佔領的時候 那個德國還是原來的那個德國 所以沒有政府不代表國家滅亡 你看德國都是這張例子 何況是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還是君主制喔 所以大日本帝國政府現在不存在 可是大日本帝國不存在嗎 大家可以去想這個問題 像這個例子就是 這個期間 以國內法觀點 中華民國政府是不存在的 可是中國是存在的 OK 但這個期間不能太長啦 或是說 它不存在一定要有一個真正的理由 OK 那這個時候蔣介石在台灣 他流亡到台灣 而是經過美國的同意 這是根據美國的這個機密檔案 都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其實最近有一本書 就是在把美國的這個機密檔案揭露出來 它說1949伏爾摩殺 最近台灣有出版 你們可以去買來看 我相信它裡面就有提到 美國允許蔣介石流亡來台灣的那些文件 我自己有看過啦 我自己也有 對 那 1950年這個 好所以 到這兩個階段都是沒有政府 國內法觀點都是沒有政府的 然後 但是它還是一個在台的軍事 佔領當局喔 它雖然沒有中華民國的法統 可是它還佔領台灣 是依據盟軍命令 來台灣接收日本的軍隊的投降事宜 所以它的確事實上建立了佔領的這個權威 所以它建立了一個軍事當局沒有錯 但是它不能因為它佔領了 就說它擁有台灣了 這是兩回之事 OK 所以1952年8月5號發生什麼事情 8月5號就是台北合約生效 日本又叫做日華合約 日華合約在那天生效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這個蔣介石政權在被 美國主導下去跟 日本國政府去跟蔣介石簽 這個日華合約 也就是它讓蔣介石能夠代表中國 所以在國際法上 蔣介石因為這個日華合約生效 而取得了 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那個代表性 他本來沒有了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簽訂日華合約 他又可以代表了 雖然他是流亡 但是他又取得了合法性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取得了兩張名片三個頭銜 一個名片是 他的名字都叫中華民國 三個頭銜是 第一個名片的頭銜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是流亡政府 而且他是中國的代表政府 然後他在流亡中 然後第二個名片是佔領軍政府 但是他有兩個頭銜 一個是佔領軍政府 一個是治理當局 所以他有兩張名片三個頭銜 在這個1952年8月5號之後 然後 一直到 一直到 哪什麼時候呢 1979年1月1號 1979年1月1號 但是他有什麼建議 就是中華民國 美國 撤銷對中華民國 政府代表中國 合法性的承認 撤銷這個承認 也就是從那天開始 中華民國政府 已經不能代表中國了 中華民國政府 已經不能代表中國了 已經不能代表中國了 所以 他就不能 他這個頭銜就不見掉了 第一個他也不是政府 他就變政權了 因為他沒有合法性了 然後他也不是佔領軍政府 為什麼 因為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力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力 你要記得這句話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力 而不是隨隨便便一個當局的權力 隨隨便便當局是沒有佔領的權力的 他可能會 他可能只是一個事實當局 所以這個時候他只剩下兩張名片 每張名片各有一個頭銜 名字叫做中華台北 這個名字就代表了 他的本質是一個流亡的性質 因為中華台北的全名叫做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因為流亡他後面一定只能用城市 而不能用中華台灣 中國台灣 所以這個名字就代表了他這個 治理當局的本質是流亡的 所以他是有兩個頭銜 所以你就知道中華台北是他的名字 然後他有兩個頭銜 一個頭銜是台灣治理當局 一個頭銜是中國流亡政權 但中間還有一個美港 我沒有寫出來 為什麼 因為在這中間發生一件事情 什麼事 1972年的9月 好像是20幾號 9月25還9月28 9月28還9月25 那個日本 國跟中國 中國政府建交 那發生什麼事 也就是說 他本來跟蔣介石代表的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簽了那個日華合約 台北合約 從他那個建交宣言的時候 就失效了 那失效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有的人就會說 那失效了那他這個頭銜還在嗎 台灣治理當局的頭銜還在嗎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如果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如果你能了解這點的話 其實你的國際法 也到了某種程度 我 我可以給各位一個提示 一個條約 他 這個條約 他有條約本文 除了條約本文之外 他有一些條約的相關文件 譬如說他可能會寫一些議定書 Proticle 或是一些行政協定 Agreement 這些都是附屬於這個條約的 所以當我們說 比如說就近戰和平條約的時候 他其實整個是 指的是整個這個體系 包含他附加的那些附錄 包含他附加的那些議定書 Proticle 包含他附加的那些換文 換文 所以所有這些 哩哩哩哩哩 加起來都是 包含在這個條約裡面 所以你看條約 你不能只看條約本文 你只看條約本文的話 你往往會望文生意 你必須要看 他所有相關文件 你都要看 好 那問題來了 一個條約 當譬如說一個台北合約好了 台北合約失效的時候 請問台北合約的議定書有沒有失效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喔 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個我們就先講了 可能沒時間 什麼叫台灣 台灣是很複雜的 台灣的概念是 要看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說 台灣一詞將事情況需要 包括台灣及澎湖列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 公司 及根據這些島嶼 而法律設立 組成的其他團體和機構 1979年1日以前 美國承認為 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以及任何階梯的治理當局 所以我說 在這個日期以前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有沒有 在這個日期以後 這個名字就叫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了 所以這個台灣事情況需要 他有幾種概念 他有五種概念 哪五種概念 第一個概念 地理概念 有沒有 台灣及澎湖列島 地理概念 第二個概念 島上的人民 the people 第三個概念 公司 他的公司英文是corporation 其實是翻作法人 公司是比較狹隘 應該要翻成法人 第四個概念 其他團體及機構 也就是不是公司的其他團體及機構 不是法人的 也就是非法人 再來就是治理當局 所以他有五種概念 都是可以用台灣去概括 再一次 地理概念 人民 法人 非法人 當局 你看到台灣的時候 你要去想 他代表哪一個概念 OK 譬如說 舉例來講 作為台灣的中華台北 不是主權國家 這個台灣 如果不講 後面這瓜糊的話 你要自己去判斷 他其實指的是台灣當局 因為他這裡講的是 政權 而且他這裡用的是 sovereign state 這都是有相關的喔 因為後面這兩個 所以你判斷這個台灣 講的是當局 而不是地理概念 人民概念 或是法人 懂我意思吧 在這裡呢 他說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作為一個nation 並不享有主權 那這個台灣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這裡用nation 所以他指了台灣是指人民 懂我意思吧 台灣現在被中國流行政權 作為台灣當局治理 所以這個台灣是什麼意思 就是指被治理的那一個 地理或者是人民 台灣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the people on Taiwan of就是代表屬性 也就是 也就是 具有台灣屬性的人民 跟台灣島上的 台灣這個地理概念上面的人民 所以這個地理概念上面的人民 就含有難民嘛 但是這個屬性呢 就沒有包含難民了 因為難民是後來才來的 他並不是原本就屬於這塊土地的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of 這個是on 懂吧 再來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他又去模糊掉這兩個東西 他模糊什麼呢 他模糊台灣當局跟台灣人民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不去區分這五種概念 至少你要區分三種啦 就是地理概念 人民跟當局 你至少要區分這三種 你才能夠 看得懂這些話 否則 你把這個瓜糊拿掉 每個都只寫台灣 你會以為都是一樣 其實不一樣 所以 我們就可以來解釋 這是什麼回事 所以你就知道 在1951年的時候 1951年的9月 簽訂就金山和平條約 簽訂就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美國就變成了台灣這裡的主要佔領權 依據他的23條A 然後呢 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 因為就金山和平條約 取得台灣的領土主權 而他是依照後來的台北合約 才變成台灣的治理當局 所以 他必須要先退出嘛 如果他不退出的話 他會混淆那兩張 有兩張名片 哪兩張名片 一個是佔領 一個是治理當局 他會混淆這兩個頭銜 所以美國 美國那時候是主要佔領權 我猜是美國的意思 美國要他先退出 所以他退出之後呢 而且這個時候 台北合約還沒有生效 最近和平條約也還沒有生效啦 最近和平條約是在隔年 1952年的4月28號生效 然後生效同時 每日安保條約生效 生效的前幾個小時 台北合約簽約 這安排都很巧妙的 然後台北合約是在那年的8月5號生效 所以就到1953年1月的時候 中華民國確實取得了治理當局的頭銜 所以他也才能夠以觀察 代表台灣這個地方 以觀察員身份與會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是台灣的治理當局了 然後這個時候 他又重新加入 OK 那你看喔 美國在這幾年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 他眾議院會通過一些決議案 這些決議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約束力的 法案通過 然後總統簽署 那個才有約束力 如果只是決議案的話 是沒有約束力的 但是你至少可以看到 美國一直有在醞釀這些事情 要支持台灣以觀察員 台灣當局以觀察員身份 加入國際民航組織 然後這個 中國當然他就會打一些政治口水 他在聯胡會的時候 2012年 去年聯胡會 前年聯胡會的時候 就說中國會認真研究台灣 以適當方式參加ICO 他也沒做什麼 他就是政治上放一些風聲而已 真正要注意的是 去年的6月18號 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151號 這就不是決議案囉 它是法案 然後 眾議院跟參議員都先後通過 就叫做 這個法案叫做B 通過叫做ACT ACT通過 從歐巴馬總統在7月12號簽署 就變成法律 法律就是真的對美國的行政單位 是有約束力的 他要求 美國國務院呢 推動 這個ICO 在去年 去年的9月 Montree大會上 接納台灣的觀察員身份 那中國外交部就發現不對了 事情不對了 他趕快發言 他說 美國國會有關法案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政策 及中美三個公報原則 這句話對不對 當然不對了 因為 他哪有違反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中華民國或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 這個 這個 這個人 他有兩張名片 兩張名片 各有一個頭銜嘛 名字都叫做中國台北或中華台北 一張名片的頭銜叫做流亡政權 現在啊 現在都流亡政權 另外一個頭銜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對不對 那美國通過那個法案 有影響流亡政權那個頭銜嗎 沒有嘛 美國那個法案 影響的只是台灣當局嘛 他要支持台灣當局 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嘛 所以他根本無關乎那個 中國流亡政權那張名片嘛 對不對 所以中國他 他講的話是不對的 因爲什麼是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就是 先要理解一個事實就是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而一個國家也只有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也只有一個合法的代表政府 那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就是 美國所承認的那個中華人民共 所承認的那個合法的代表政府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那那個法案並沒有談到流亡政權 說承認流亡政權那個頭銜 沒有啊 所以 中國在豪小 但是他是利用美國這個模糊政策 反過來想要 約束美國 美國 當然是沒有用 但是他也可以順便 遍遍國際上那些不懂的人 包括一些台灣人 但是他這裡你可以注意喔 他說外國勢力的介入於事無補 只會讓事情變得複雜化 他是很敏感的 他知道美國通過那個法案 是在行使對台灣的某一種管轄權 等一下我們再講什麼是管轄權 那你看喔 台灣當局做什麼事 台灣當局自從美國通過那個法案之後 他就接受美國的安排 他的譬如說他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 就發了一個專文說他要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這是在去年的8月8號 但是到9月就變化了 就變成說 並不是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而是以來賓加入 對不對 所以事情發生什麼 也就是說 其實並不是接到中國政府的建議 台灣才能 不好意思 台灣才能以來賓加入 而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抗議 台灣才沒有辦法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這樣你就理解了 這是第一層的真相 並不是中國政府的建議 所以台灣才能變成他的來賓 而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抗議 台灣政府 台灣當局才不能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而只能以來賓 所以美國才會說 是透過國際合作 中國說 因為只有非締約國際國際組織 才能以觀察員身份 所以邀請台灣做觀察員並不合適 然後我們來看他說的有沒有道理 所以你就要看這個 ICOL的規章 這是 2012年第七版的 你看ICAO 國際民航組織 他的大會 Assembly是大會 大會的程序的標準規則 他說什麼 他說非締約國與國際組織 正式被理事會或大會自己邀請 可由觀察員代表 然後由他所代表的國家或組織所簽署的性證狀 所以他這裡的確只有提到非締約國際國際組織 但是 他並沒有說 只有這樣才能 他只說這兩個如果是 理事會或大會邀請的話 可以作為觀察員 可是他沒有說只有這兩個才能夠 了解這個邏輯上的差異吧 那我們再來看 理事會的程序規則 剛剛這個是 剛剛這個是大會的程序規則 我們來看理事會的程序規則 理事會是說 國際民航組織的觀察員 唯一代表一位於理事會佔有其位之締約國 一非締約國 一國際組織及其他團體之個人 經其國家及組織指定並授權 對東一修正案不去投票提案或付一致權利 只有任命的評證文書 也就是說他除了非締約國跟國際組織以外 他還包括了 代表一位於理事會佔有其位之締約國跟其他團體 所以這個其他團體就包括什麼 比如說就包括一個佔領的管理當局 因為一個佔領地的管理當局 既不是締約國 也不是非締約國 也不是國際組織 懂吧 這有沒有前例 有 德國被佔領的時候 那時候一開始分區佔領 分區佔領的時候 美國、英國、法國、蘇聯 各佔領一塊 那誰那時候成立國際民航組織的時候 誰去代表那個被佔領地的人民 去參加這個icon 就是佔領 佔領 比如說美國 美國佔領這一塊 德國的這一塊土地 所以美國去參加這個 國際民航組織的時候 他也是有兩張名片 一個是代表他自己美國人民 一個是代表他在德國那塊佔領地 這樣你懂了吧 所以佔領者他本身就有多了那張管理當局的名片 所以 然後你看他在 後來這個區域黃行會議指南的時候 他又把觀察員定義有包括其他團體 所以其實這個理事會的程序規則是比大會還要寬廣的 而大會在第五屆大會決議又把這個 決定這個參與大會的權利授予理事會 所以理事會的權利就可以決定他 李思維的標準才是真的標準 懂不懂 所以中國就是在嚎嘯 那記者沒有查證 就照搬著翻 照搬著那個報道 記者就變成傳聲通了 我們來看這個背後的是在說什麼 就我們用一個台灣危機解密 來看看這個背後的美國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在講誰擁有台灣的軍事及領空管轄權 他是這麼說的 美國在來協會處長楊書蒂在2007年12月20日 會見當時的國安局秘書長陳彰山 討論台灣海峽民用航道的可能性 參與討論的還有聯絡事務處周主任 國家安全會議張副秘書長等 楊樹蒂要求台灣當局不可運用政治或媒體手段 渲染民用航道的問題 也必須跟美方充分協商才能發布任何相關的回應 楊樹蒂是什麼人 美國在來協會是一個民間組織 他只是一個代表美國的民間組織 他居然可以去 他可以要求說台灣當局 要跟他先充分協商才能發表回應 再來楊樹蒂要求台灣不可對這議題進行政治操弄 必須與美方磋商才能發布任何軍事行動 誰擁有台灣的軍事管轄權 美國嘛對不對 要說什麼話都要美國董事 好 我們來看這個 陳唐山同意會在軍事活動前第一優先跟美方磋商 陳唐山向楊樹蒂保證陳水扁總統或是國家安全會議都不會介入軍事討論 進行到會議尾聲 楊樹蒂告訴陳唐山 他已跟那時候的國防部長李天宇部長交代好 要持續跟美國在台協會保持聯繫 一個民間組織可以管到一個所謂政府的國防部長 這個台灣這個協會啊 美國在台協會就相當於當時的東印度公司 英國東印度公司或者是荷蘭東印度公司 他都是一個民間組織 但是他代表的是授權給他的那個英國或是荷蘭的主權權利 他有戰爭的權利 有地結條約的權利 可是他不是國家 他還是一個民間組織 美國在台協會也是 美國在台協會也是個民間組織 可是他代表美國 目前 所以從這個新聞我們可以反省 什麼是國家什麼是國際組織 流氧政府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台灣當局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誰擁有台灣的管轄權 這個答案剛剛已經很明顯了 美國 關於這管轄權 你們可以去網路上查一個張鳳牆 他這個事件會跟這個 最近很紅的這個 防空識別區有關 ADIZ 所以我就不講了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管轄權 而這一次呢 世衛組織的文件 矮化台灣國格的風波 那麼美國的衛生部長 塞比尤斯呢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也很明確地表示 沒有任何聯合國的機構 有權可以片面地決定台灣的地位 對於美國有關於台灣的地位 會當然非常開心 是支持 以提供台灣的地位 提供的地位 針對防止 提供台灣的地位 提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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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and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is that knowing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UN has a right to unilaterally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Taiwan, and that that needs to be a resolution that includes Taiwan and China in the discussion, and we very much support that in order forward. 所以這個結論就是,美國衛生部長說,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這的話什麼意思?這就是管轄權的一個案例,什麼是管轄權? 就問大家一個問題,不考慮父系社會母系社會,一個家庭裡面是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還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覺得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請舉手,只能選一個喔 覺得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請舉手 覺得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請舉手 都沒有人舉手,不知道的請舉手 這,亂猜也可以嘛 這就是自然法的觀念 依據自然法,而不是依據母系社會或父系社會 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為什麼? 因為,當這個小孩子,要去決定這個小孩子 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的時候 誰可以決定? 媽媽,為什麼? 因為只有這個媽媽才知道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他可能是繼承,他可能血緣是另外一個爸爸的啊 跟婆娜的還是老生的啊 所以,媽媽才知道這個小孩子的血緣 或者說,他可以繼承哪個家庭 同樣道理,住產室 或者是被委託的監護人 就是知道這個小孩子的 他的繼承問題的,他的權利義務的 那個就是,對那個小孩子有管轄權的人 同樣道理 我們今天面對的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領土 他的繼承,繼承問題的時候 也就會牽涉到這個管轄權問題 懂吧? 這個監護人,不見得是那個小孩子的爸爸媽媽 可是因為他可以決定這個小孩子的繼承問題 所以他對那個小孩子的講話是有份量的 所以美國,他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便便決定他的 那就是說他才有權利 他有這個台灣的管,台灣這個小孩子的管轄權 這樣你就了解了 他沒有說他是這個小孩子的爸爸媽媽 他沒有這樣講 但是他可以決定這個小孩子的未來 這是另外一個管轄權的案例 這也是維基解密有公開的 就是自由時報也有報導 2007年的時候 美國曾經要求聯合國不要再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曾經新聞給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說 以後聯合國提起台灣的時候 不能再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句話 這個也是在行使他這個監護人的職責 懂嗎 這也是一種管轄權的概念 包括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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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通過法律 要求他的行政機關要推動台灣當局去參加這些什麼 iCO 或者世界衛生組織 這個都是在行使某種管轄權 懂我意思吧 就是這個小孩子要加入這個社會 要這個監護人帶著他加入 他才能加入 懂我意思嗎 就是 小孩子沒有長大錢不是蓋章都要爸媽 蓋章嗎 對不對 就是那個意思嗎 台灣當局也是這個意思 他不能自己加入 必須要監護人 說你可以加入你才能加入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國家 大家仔細看喔 這個影片的製作人認為這樣可以證明台灣是一個國家 你們看可不可以 走私報告把世界各國的表現 友好到怪分為四大類 最差的一類外國政府今年有16個 如果不在報告公佈的90天內做出改善 有可能面臨美國制裁 至於次差的觀察名單 今年有32國 去年被歸類在這一類的台灣 因為良好表現 今年被升到第二級 並受到國務卿萊斯女士的公開讚揚 除了這些嚴重的關鍵 這個年代的報告也應該給予我們希望 例如 俄羅斯亞 倫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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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發言的國務院監視 即打擊人口走私辦公室主任 馬克雷根大使說 台灣在上星期 與美國執法單位密 因為時間不夠了 反正 美國國務卿在這個記者會 他就說 因為 他就講說 台灣也是對打擊走私有幫助 而且 and the countries like 什麼什麼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記者就把country翻成國家 所以記者 跟這個影片製作人就認為 這樣可以證明台灣是國家 因為他們把country翻成國家 問題是country可以翻成 在這裡可以翻成國家嗎 我們來看可不可以 我們大概很快很快的講一下 這個亞洲開放銀行叫ADB Asia Developed Bank 他在馬尼納 他中華民國本來是創始會員國 然後呢 在中共在1983年的時候 中共要加入的時候 他要求排除中華民國匯集 然後 那時候美國是建議台北China 欸有沒有很熟悉 這就是中國台北中華台北 對不對 有另外一種變形 後來呢 中華民國一直希望改成至少台北China 這個無厘頭 後來因為香港回歸 1997年香港回歸 所以後一年 1998年的時候呢 他 香港是用香港China加入這個亞洲開發銀行 但是這樣子會讓人家誤會說 台灣跟香港是同地位嘛 對不對 因為台灣是用台北China 香港是用香港China嘛 所以 他們就發明了一個錯誤的英文文法 就是把這個豆點空一格刪掉 學過英文的都知道 豆點後面要空一格 否則會被老師打叉嘛 可是他為了不要跟香港搞混 所以他們就發明了這個錯誤英文文法的英文名字 目前這個台灣當局 還是用這個名字加入這個亞洲開發銀行 你可以去網路上查 所以說這個台灣當局 連他的名字都保不住 名字都要被人家改來改去的 卑賤啊 我們台灣人又被這麼卑賤的台灣當局代表 我們是很悲慘 台灣人自己不曉得 再來看這個條碼齁 這個條碼 十三碼 這叫EAN的條碼 前三碼 可以判斷什麼 你看新聞就知道 他只能判斷 登記地 而不是產地 就是這個商品 是在哪裡登記的 但是登記的不一定是在那裡生產的喔 所以 前三個是登記地 然後後面大概五個還是幾個是商品 那再來是生產商嘛 生產商跟商品 然後 主要這三個 那問題是這三個是什麼 他的英文就是country 問題是 他是國嗎 他是他能翻成登記國嗎 你看很多新聞都翻成生產國或登記國對不對 country可以翻成國嗎 你看 Hong Kong有沒有 Hong Kong Hong Kong有啊 Hong Kong有 country code啊 他是什麼 489啊 台灣是471嘛 馬靠是澳門嘛 澳門是958 馬靠 澳門跟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所以country在這裡也不能翻成國家啊 他只能翻成一個疆域嘛 有一個特別制度的疆域嘛 對不對 OK 比如說這個 國際標準化組織也是一樣 他也是有country code啊 你看香港也有country code啊 對不對 巴勒斯坦也有country code啊 巴勒斯坦是國家嗎 不是啊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啊 所以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很多時候不能翻成國家 他只能翻成一個疆域 OK 這個新聞就是說 美國國務卿鮑威有告訴這個 香港鳳凰衛士說 只有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做一個nation並不想要主權 所以他這裡的國 這裡是用nation 那nation是不是國家 另外一個例子是說 這個韋德啊 他在 就是美國的國安的主任 韋德說 聯合國成員資格需要國家地位 台灣或中華民國在這一點上 都不是國際成員的國家 這個國家是state 是state 所以就有三個字了 country nation state 這三個都是真正的國家嗎 沒有時間了所以我快一點 這個country就是 count就是伯爵的意思 中古世紀那個貴族有沒有 那個伯爵 英文就是伯爵 所以這就相當於伯爵的領地 所以他就是相當於 風俗制度的自治體 那nation是什麼 比如說 這就好像要繳一樣的關稅 繳一樣的稅 ok 他不一定是真正的國家 比如說像香港啊 澳門啊 他們有獨立的那個制度 那nation是什麼 nation nat的語言 to be born 就是被生下來的 那被生下來 所以牽涉到語言跟文化 所以他就是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有時候翻成民族 我是覺得翻成幫會比較好 因為幫有時候是民族的意思 有時候是國的意思 那這個翻成疆域比較好 那state是什麼 state就是 他的語言是站立起來的意思 比如說你看台灣的政客 不是在選舉場合都會說 他就在樹上那種 人民的共同意志 做出一個決定說 我們要走向什麼樣的未來 那個才是真正社會契約裡面的那個 政治跟法律的意味 這才是真正的國家 這個有時候是國家的意思沒有錯 這個是很多時候不是國家的意思 所以這三個有時候混用 你要先能夠分辨 你再混用 你如果先無法分辨的話 你就是亂七八糟了 就像剛剛那個影片一樣 他語言這樣可以證明台灣是國家 其實台灣只是個country 台灣連country都不是 其實你如果真的了解的話 台灣連country都不是 好 我們沒時間了 最後講一個 這個例子就是 先講一個例子 這個 英國也就是所謂的聯合王國 他是不列顛群島的一個國家 而且是由君主控制皇權的一部分 就好像大日本帝國是由天皇陛下 所代表的 然後大日本帝國裡面下面有日本國啊 然後可能有其他天皇的其他的土地 不屬於日本國管轄的土地 懂吧 所以間回皇權的一部分 有譬如說皇權屬地啊 或者是邦連進啊 或者是海外屬土 香港回歸之前就是屬於這個海外屬土 這些都是屬於那個 英國女皇的 下面的 所以英國它有四個country 四個疆域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萊 每一個疆域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state 這是英國是一個state 這個state有四個country 每一個country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所以這三個概念是不一樣的喔 country nation state是不一樣的 不列電邦連就是大英國寫啊 大英國寫有這麼多啊 最近推出一個甘比亞 去年十月 OK 這我沒時間講 跳過 最後講一個主權在民 就下課 這個政客最喜歡講主權在民啊 尤其在那邊講什麼國民主權什麼的 最喜歡講民主社會最喜歡講主權在民 主權在民是誰先講的 盧梭 我們來看盧梭怎麼講主權在民 人民是不是可以當主權者 什麼是主權在民 盧梭的原文是這個 我幫你翻譯一下就是說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法可以減速而下 我們每一個人把他的 與他的權威置於公共意志的至高指導之下 並且群體接受每一個人作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所以盧梭主權在民有三個步驟 基本上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形成公益 也就是說有一群人民 自願放棄一些自然權利 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同體 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同體 所以這是形成一個基本的公益 第二個是 我們要建成一個共同體 可是有一個人代表 一個人或一群人代表我們這群人 那這就是主權者 由主權者去代表公益 然後 有這個公益之後 要怎麼去實行 就會形成一些執行機關 就是政府部門 所以由政府實行公益 所以盧梭的理想 他那個時候的理想是說 主權者不能實行 因為他代表 政府不能代表 因為他執行嘛 如果他擔心說 這兩個如果混在一起的話 就很容易獨裁 有點像求援兼裁判 就是有點像 但是那個是 因為盧梭是18世紀的時候 他做這個擔憂是有道理的 可是你看近代很多民主國家 他們並沒有像盧梭分得這麼清楚 他們有用別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像美國啊 這些近代的國家 所謂的民主國家 是怎麼解決盧梭的擔憂 所以一到二到三是授權 一到二是涉及公益主權者的產生 而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 所以一到二是國體 國家的形體 二到三是政體 政府的形體 這就好像董事會 一到二是董事會的 產生方式 二到三是 就是執行部門啊 總經理的產生方式 所以董事長跟總經理本來是可以區分的 主權者跟統治者本來是可以區分的 雖然在很古老的時候 統治者就是主權者 主權者就是統治者 可是你到現在其實 總董事長往往不是總經理啊 這是很重要的一句話 的一個問題 盧梭提出來的 他說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意通過 為什麼少數人要服從多數人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來表決 如果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盧梭提的代替問啊 為什麼 台灣假設有兩千萬個奴隸 兩千三百萬個奴隸 但是有兩千萬是說 我要繼續當奴隸 但是有三百萬人說 我不要當奴隸 我要用戰爭法解脫我的奴隸狀態 那為什麼這兩千萬的人 他可以投票去代表 那三百萬個不想當奴隸的人 憑什麼 奴隸就要問這個問題啊 如果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人選擇的表決方法 至少應在一個場合 曾經通過全體無意的表決 也就是說 所謂的民主社會 或真正的公民社會 它有一個前提啊 這前提就是說 我們要形成一個共同體 我們有共同的身份地位 我們要形成一個共同體 台灣是不是 台灣是不是 台灣曾經是 什麼時候是 1945年4月1號 當天皇陛下頒布造書 赤與台灣人參戰權跟參政權的時候 那時候整個台灣已經 決定 台灣人民已經決定 以天皇陛下作為我們的代表 所以那個時候 社會契約就建立了 現在是不是 不是 為什麼 因為 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地位不一樣 有佔領者 有被佔領者 有奈民有跟不是奈民的人 那你可以說 因為我認同你 我喜歡你 我跟你同居 我們就有共同的未來嗎 當然沒有嘛 你要結婚嘛 結婚是什麼意思 結婚就是意味著 我們要做出一些犧牲 要做出一些選擇 我們放棄我們部分的權利 然後我們 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共同體 那叫做約束 婚姻就是一種約束 你要成為共同體 就是要有這種約束 你要放棄某一種東西 然後說 我們要結合一個共同體 可是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是不能做這種約束的 這是違反戰爭法的 所以台灣現在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辦台灣公民身份證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 你看喔 其實在幾百年前 西方幾百年前 它就 就算是共和啦 共和體制 它就會區分了啦 它至少 分了五種等級 中產階級 市民 就是公民 居民 原住民 成民 這個成民 不是大日本帝國那個成民喔 它只是服從那個意思 服從的意思 所以 能夠投票的 有參政權的是這兩種 中產階級跟市民 為什麼 因為中產階級是比較有錢的市民 它睡覺的比較多 然後面這些是 可能沒有繳稅的 它只是服從 它沒有繳稅 所以 它沒有 沒有權利 沒有參政的權利 所以 不是說一個民主制度 就一定 所有的人的權利都一樣 沒有 沒有那回事 就算是美國 它也會區分 綠卡嘛 永久居留權 國民非公民 跟公民嘛 他們真正的國民 其實是指公民 而不是指那個 國民非公民 國民非公民 是沒有 很多是沒有參政權的 沒有選舉的權利的 更不要說那些 只有居留權 只有綠卡的人 所以 你可以說 永久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 國民的 國民護照 或是國民身份證的人 就叫做國民 就叫做 中華民國就是把這些概念 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它才沒有 所以才沒有 所以那些外國人 那些原住民 才沒有人權 為什麼 因為它把所有概念 都混在一起 所以結論是這樣子 人民不是主權者 只有在很古老的那個 希臘城邦時代 什麼就是 直接民權 直接民權的時代 每一個人才是主權者 因為它代表它自己 因為它代表它自己 經過這幾千年來的實踐 就是說 直接民權 已經是不可行了 不可行了 所以 都是代義政治 所以一定會有代表 這個代表就是主權者 只有公民 才可以形成公共意志 參與主權權威 所以 居民不行 外國人不行 居留 有綠卡的不行 他們有人權 但是他們沒有政治權利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只有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它代表公益 所以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 不是領土主權 統治主權 因原制公民 而不是 說的那些 一般的人民 或者是居民 不是公民的居民 或者是 外國人 他們都 都沒有那些 都沒有政治權利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 客戶休閒 老闆可以用餐 啊 人還沒去上的 同心請 用餐後 一小時 到辦公室 那裡 有 人是對面那裡去上 謝謝